你好啊,我是少年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动画看球年度最崩奖得住 本来我以为越战山就是PPT战斗的巅峰代表 但谁知这部名叫西宁代马的动画更是超越千作 什么是PPT战斗,我简单的解释下 就是一个画面不动,然后切换成另一个画面 而这些画面还有配音出现 最后几个画面结束后,OK,战斗结束 故事的开始,讲述人类被敌人拥挠侵略时 为了防止种族灭绝,将一批孩子送往冷冻睡眠设施进行避难 现在他们终于从沉睡中醒来 并且他们凭借颈部后面的芯片得到一种新的力量 世界 但孩子输醒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类已经可以抵挡这些敌人的进攻 如今发现这些陈水孩子都有了超能力 大人们还特地动了一所学校,专门培养这些孩子战斗 于是这些孩子刻苦训练 每天上学就是如何跟怪兽战斗 由于日本人也挺大的啊 所以这个故事主要围绕在东京、石耐川和千叶这三个城市 而三个城市都有学生代表 每个城市两名代表 一共六个人都是主角 虽然主角很多,但只要你耐心看完就会发现 记不记得住无所谓 主要是这剧情真的是爽的一匹啊 东京代表名叫朱雀和金丝雀 朱雀的能力比较屌 跟重力、雷电有关 而金丝雀的能力就更屌 只要唱歌就能给别人buff 你给我你叫,叫,叫起来 金丝雀很尊重朱雀 认为自己就是朱雀的仆人 所以需要好好照顾他 而神奈士的代表名叫武基和唐颖 武基的能力是比较常见的EX咖喱棒 而唐颖则是武基的学界 可却是武基的跟班 能力是斩杀眼前一切的事物 钱也是代表名叫叶子和霞仔 叶子的能力是冷冻 霞仔能力是狙击 两人是兄妹 可却看起来像情侣一样 虽然是三个城市 但他们都听属于一男一女的命令 每一次出击他们轻松解决 估计导演怕观众看农傲天剧情会看腻 所以终于写了一个稍微厉害一点的角色 结果朱雀因为打小怪打上头了 竟然把新出的角色也当成小怪 所以没有听从命令 再当叶孤生一连去挑战他 虽然金丝雀即防赶过去 让朱雀吊起来 可是却没有什么卵用 金丝雀的负伤 让朱雀非常的自责 战斗传到了总部 总部做出指示 三箱的代表全部都聚集过来 开展向新怪物展开攻势 但即便是武基的全力一击 也无法伤他一分一毫 恢复精神的朱雀 立即组织人员开始反击 各地的战斗人员全部积极 假落战斗 从愿中醒来的金丝雀得知 大家都在战斗后 执意前往战场 接着就是动画的正常打斗套路 先假装打不过 然后很难打演一下 然后突然主角发挥一下 新角色就被打败了 加剧的剧情就开始慢慢变味了 与其说一组是两个代表伙伴 倒不如把他们理解成是一对情侣更好 在战斗胜密后 是最适合表白的时候 于是朱雀和金丝雀在海边闲逛时 朱雀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可能是周围充满了恋爱的酸臭 而吸引了怪物 只见从天鹅将一只幽脑 当场夺走金丝雀的生命 死女主的动画特别常见 可死得如此草率的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很多人推坑气翻 就是从这里开始 主角之后开始一蹶不振 5G被迫寿命尽管东京市 而他的跟班唐颖 是个冷静沉着 心里只有5G的高能学姐 他有着强大洞察力 可以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 但每次都最多只能观察到99% 因为只有在观察5G的时候 才能开启100%的超能力 大洞察觉到金丝雀死得很蹊跷 于是就去玉兰蒂一探究竟 这时大量怪兽进攻东京 已经走出去很远的唐颖 立刻掉头回来支援 有狼的突然袭击 让学员们乱了手脚 凝微不断的5G 让所有人都冷静下来 他的带领死路比猪雀 还更加利索 被固悟的众人 重新投入战斗 猪雀也卵足了力量 一阵狂轰烂炸 发起了情绪 看到东京即将沦陷后 前沿的代表也赶去支援 为了保护非战斗人员的撤离 5G打算一轮拖住敌人 但即便他力量再怎么强大 面对众多敌人的他 还是处于劣势 前沿和唐颖在路上相遇 为了能够尽快赶回去 才能合作 跨越天机的大桥 终于在5G支撑不住之前赶到了 在赶来保护5G的战斗中 怪事出现了 因为战斗 5G紧箍的芯片破茧 他眼前的世界已变得扭曲 5G捏碎了后颈上的芯片 常常觉到他们所战斗的世界 是一个虚伪的世界 5G连忙冲到唐颖的身边 也捏碎了他的脖颈芯片 两人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战斗 于是就被怪物给干掉了 狭仔很在意唐颖在最后 给他游下的讯息 世界是假的 本部派来的人 一直想要说服叶子和狭仔 前往美帝 可狭仔脸上的伤 暴露了唐颖所调下的讯息 总部的人于是偷偷约狭仔 在傍晚会面 傍晚的灰灭明显是个陷阱 而早有打算的狭仔 也并没有打算一个人前往 初步高层试图了解狭仔 对实行真相的知晓度 在线上不成 就一脚踢出 打算杀了他 幸好美美叶子的鸡尸出现 这个高层被他们联手给干掉了 竟然是他们悄无声息地掩盖下来 在之前战斗 狭仔的芯片受到损害 时常眼前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为了寻找世界的真相 狭仔开始搜寻线索 而叶子才被留下来保护都市 后面幽脑大规模来袭 受叶子所托的朱雀 主动担任指挥一指 对抗幽脑的战斗 有条不紊的进行者 但强仔却显得心不在意 本该保护的管理人员 却在朱雀的面前被枪杀了 而朱雀清楚 拥有这种远距离 可以无声息杀人技巧的只有狭仔 杨链开始讨论 因为性格不合 他们一个不问为什么 一个不说为什么 就这样打了起来 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身后出现了优劳的高级将领 但他并没有进攻 而是捡起了朱雀的帽子 抱在胸口 朱雀的耳边也迎闹着 已经死去的朱雀雀 以前唱的歌曲 雷由满面的朱雀 转头望向优劳将领 当朱雀的芯片也被捏碎时 朱雀看到那个将领 变成了金雀雀 看清了世界真相之后 朱雀等人 一起转移到了日本船上 以前所谓戏人 或者已经死去的人 都聚集在一起 而5G他们也都还活着 包括金丝雀也是 虽然5G向大家解释了相关缘由 但大家还是不太明白 现在的状况 所有出来解释的是 霞仔和叶子的墨金 约海内斯 原来 朱雀等人之前看到的一切 都与真实世界完全相反 换醒他们的是真正的优劳 优劳通过植入芯片 篡改了他们的记忆感官 使朱雀等人 看到人类时 是异性生物 而他们一直以来的战斗对象 却是真正的人类 真正的优劳 是通过一个次元洞来到地球的 为了对抗他们和救回人的孩子 军方做出了不惜的努力 因为怪物他们是无法生育的 只能寄出在他人身上 他们来地球的目的 就是抢夺孩子 只要出现 世界之地的孩子 都会被他们盯上 用了消灭地球上的大人 那些所谓被羁绊消灭的人 其实都是被军队给救出来而已 太子们对于这场 即将到来的战斗 各持己见 有些人认为 已经准备好了拼死一战 有些人还在犹豫不决 比如青天 他的地球孤苦无疑 却在照顾他们的怪物教官 艾莉这边感受到了爱意 这份爱意并不是假的 在和兰的孩子 场景相处下 艾莉早就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孩子照顾 毕竟怪物也是有独立思想 他们也有情感 不是所有怪物都是坏的 只不过是立场不同 可是艾莉毕竟 也是侵略地球的外星人 为了保护这个世界 也可以说是为了保护 身边在乎的人 这些孩子最后 也都决定出来战斗 突然天空变得星红 次元洞挖掘不断出现幽挠 这是幽挠做的最后大反攻 他们人会远远不断地 从次元洞里征援 只要打碎幽挠的世界 与地球连接的门 就可以阻止幽挠的进攻 为了夺取幽挠的世界 与现实世界连接的门 人类在幽挠出现的巨点 时下埋伏 准备进行总攻击 但是证明攻击非常难 而且军方研究 对抗幽挠的导弹 因为幽挠扶沉舟撞击 而陷入了瘫痪 在下载的建议下 作者等来闹到 主角等舞姬和唐鹰去救孩子 他们负责攻占次元洞 但出人意外的是 赵志竟然是人类 但他却选择了与人类对立的一方 原来他之前也是对抗 幽挠的一名战士 但因为深深地爱上了幽挠艾黎 赵志为了和艾黎在一起 便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更让人头疼的是 之前犹豫不决的青天 仅然因为实在无法抛弃 照顾他们的教官而选了倒戈 从而让主角等人陷入了危机 今天他们用能力妨碍了众能展开世界 被改造过的招致 远比周追的能想象中的强大 无极恶唐鹰在对战幽挠时 也陷入了危机 叶子和金丝雀联合准备自治 青天的干闹 可由于金丝雀掉队和意外迷路 无打不撞地来到了次元洞的脚下 叶子和金丝雀扭打起来 但今天最后还是放弃用短刀 刺杀叶子 而被叶子给打晕了 没有今天的干闹 再加上没有金丝雀歌声的加持 无极的世界之力发挥到最大 而杀了优劳教官 在优劳教官死前 优劳教官用手倾楼抚摸了优劳的头 实际上整个战斗过程 优劳教官都是在防御 根本没有进攻 优劳教官的举动 让武器想到了艾尼 在优劳教官消失后 地上静静躺着艾尼的怀表 因为芯片破碎 所以艾尼原本的模样也显露出来 艾尼的消失导致次元洞直接踏风 因为艾尼和次元洞是共生体 而艾尼的死去也被赵智感应到 赵智并不是为了优劳这个种群而去战斗 他的战斗只因为艾尼而有意义 艾尼死去 赵智也放弃就能捉取他们 并告诉他们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塌仙了 让他们赶快走 赵智在回去找艾尼 想和艾尼死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遇见了还在昏迷中的晴天 艾尼的灵魂出现 恳求赵智把这个孩子救出去 这是赵智能为艾尼做的最后一件事 于是赵智抱着晴天 重出了坦达局 尤脑却准备打败了 世界又变成了蓝天白云的样子 就是他们不约而同的 来到当初尤脑的资源动地方 祭奠艾尼 接下去 他们的任务就去开始重建 地球甲园了 其实这部动画褒贬不一 很多人觉得辣闸 很多人却觉得主题剧情还算不错 我个人也认为挺好看的 回头必须吐槽 就是人物确实很崩坏 可包括这些问题 这部作品不敢说神作 可也比《中规中矩》更好点 因为我毕竟是写说 无法把那些跟主线剧情无关的 拿出来讲讲讲 所以只能在结尾给你们提一下 作为蓝主的朱雀 自从看到金丝雀死后 几乎呱唧到结尾 而女主虽然没死 但却也在结尾 迷路瞎搞半天 而真正的主角 我总感觉是狭在和无稽 剧情上没有太多剖析 常规套路而已 唯独我该都说过的PPT战斗 是真的太尴了 我稍微放那么几秒 你们自己体验一下 全员静止 白光一闪战斗结束 啊 裂开了 其实讲了那么多 从我解说的剧情上来看 那些没路空的人 应该也不会觉得很难看吧 所以有机会的话 真的可以去补一补 我只提取了出现剧情 还有一些支线在等待着你们 而这部动画其实火的 还恰恰就是这些支线 因为他全程都在秀恩爱 三的代表护秀 连反白boss在结尾都秀了起来 看完后你会想笑 又想哭 对了 多多问一下 你还真有哪些PPT战斗动画 不妨在评论区说说看 我是少年 有名的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想要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